财经全媒体平台 深耕财经勇于创新 在融媒体的时代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一向以客户优先 以数据为基础 为品牌和人才赋能 这种价值观就是鸿蒙与一财携手同行 深入合作的重要基础 搭环银行相信 一个人走得快 结伴走得严 并自立成为最值得客户 信赖的银行 这和一财的应信任相伴 不谋和合 我们也期待 这以低财经的伙伴关系 更深更广 携手迈向 更美好的世界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私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受政策利好的刺激 今天市场跳空高开高走 北向资金也是大幅的流入 我们说这个行情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这个位置当中 我们能更看好一线吗 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给出的回答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 贵浩铭先生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高涵哥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 那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 抖音快手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刚才也提到了 受到昨天政策多重利好的带动 A股三大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 今天是集体大涨 涨幅都超过2% 市场成交额显著放大到9493亿元 北向资金实际的净流入达到189亿元 盘面上来看地产金融消费三大板块 连昧大涨 多家券商机构认为 随着政治局会议释放积极信号 参考A股历史上类似的情况 指数有明显的修复空间 但是冲高之后 存在着适度震荡腾挪的需求 我们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 对后市的整体判断 那贵老师 昨天我们是第一时间 也电话连线您 让您跟我们做了一些政策解读 今天看完这个盘面 我们怎么来看 今天市场的高开高走 我觉得第一 市场对于政策 这个还是高度敏感 因为出了这样政策以后 马上就转化为 对后市的比较乐观的预期 应该说在这之前 预期不是特别乐观 指数是连着下跌 所以一下子转变过来 所以今天有跳空高开 而且这种预期 还是我觉得 并不是只开一天两天 所以今天高开以后 虽然后市的走势涨度不大 但是我们看到收盘指数 比五间的指数要高 五间指数比看盘指数高 所以是一个冲高以后的 一个写力不是很大的 一个进步的上行 这说明投资者的情绪 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第二应该讲 市场非常认真的 在学习政治局会的精神 并且从中来寻找 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 新的提法 新的思维 新的思路 所以我们看到 当反复强调 人家周期调控的时候 强调工具箱里 还有更多的工具 还要采取 要有一个流出政策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 金融板块表现活跃 对地产股特别强调了 之前只是在央行提到过的 供求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那么既然供求关系 发生了明显变化 同时提到了 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因成失策 那么根据这样的判断 很多人也就介入到了地产 因为这次还比较多的 强调消费 所以消费板块当中 几个股票也表现不错 说明市场是紧紧的 跟着政策的节奏在起舞 那么第三呢 这个当中也表明 今天是有一定的增量资金 或者说盘中已经休息了资金 开始进入到市场 虽然我们是没有达到 万一级的水平 如果说有放量 那只是在介于 前面低基数上的一个放量 但是从6000多亿 不到7000亿 能够到9000多亿 我觉得也不错 说明部分投资者 开始把资金投入进来 所以今天是一个 很好的开端 表明了会议精神 对市场是产生了阶级的影响 不过呢 这里我觉得还需要关注的是 第一个 因为现在的中央的政策 现在还是比较一些原则性的 正东西 那么如果说要到具体落实 还要有一个细化过程 那么很多投资都还在细化 怎样来提升市场信心 怎样来活跃市场 这个在等待这个 如果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符合预期 甚至超预期的东西出来 那市场的反应能够进一步的升降 第二个呢 更具体的表现 那就是要需要成交量的放大 从目前来看 9000多亿尽管已经放大 但还并不很充分 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只有成交量连续放大 你指数才能推上去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在今天 这个已经表现的成交量有放大 我想在明天后天 可能大家还会更多的予以关注 第三呢 从目前来看 市场还是集中在 这个政策当中 提到一些具体的品种当中 那么真的要有一步 比较像样的行情 这个恐怕 应该有更多的品种的产业 包括科技类的 包括其他类型的 因为只是炒银行 或者说只是房地产 那么至少在目前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它能够预期到的空间 或者想象力 还是我个人感觉 还是相对有限的 那其实韩哥 从这两天的 整个市场表现情况来看 包括今天受政策的一个激励 整个市场高开高走 大家似乎在这形成一种共识 就是说政策底是在3200左右 似乎有这样的一种共识 对今天的盘面如何点评 在政策的呵护下 今天我们也是高开高走 这根大阳线可谓 对于市场人士来讲 是酒汉逢甘霖 就是我们对于今天这个市场 一个是政策 另外一个就是 我之前包和我们节目组的同事 也在周末的时候也在聊 其实上周五留下的那根上影线 其实对这周来讲 实际上本身从技术层面 就有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伴随着政策的一个呵护 那我觉得今天有这样的一根跳空的大阳线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 是一个好事 那么但是就大家可能更关心的 就是说那接下来呢 它的持续性到底好不好呢 那我觉得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 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因为我想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想说一些不同的观察点 第一个观察点呢 实际上每一次我们在这个 我说扛指数 尤其我在我们这段时间 就是一直以来市场相对来讲 还是这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 每一次扛指数 可能都扛的是某一个板块 比如说有时候扛银行 有的时候扛科技 然后呢有时候扛券商 就是拉个券商上去 今天的指数就能收一个小阳线 或者说收一个 甚至是一个假阳线 我拉一波银行上去 我也能收一个小阳线等等 或者说我至少 能够有一个直跌的这种感觉 但是今天呢 我们可以说几大板块同时上拉 那么同时上拉的这个 往上拉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合力下 当然有政策的呵护 但是合力拉了一根阳线之后的 后续力量 我觉得可以说在这里 打一个问号 因为以前就是每拉一个上一点 每拉一个上一点 但实际上市场的表现 一直以来并不是 也是差强人意的 那么今天有变化了 我一起拉 看看后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但是这是一个观察 另外一个观察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今天毕竟是 几乎是最高点收盘 几乎差距不大 几乎是最高点收盘 那么也就是说明天 如果我们从极短期来看 明天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势能下 顺势把上方的那个应该是在 三二三二三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缺口 看看能不能顺势去把它收掉 如果顺势把上方的这个三二三七点的这样的一个缺口 我说是上证指数 能够把它这个指数 把这个缺口补掉 那么根据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缺口 那么补掉这个缺口之后 实际上从技术层面大家也是要有一个获利稍微在减减仓位的 从技术层面要减减仓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观察的话 起码让子弹再飞个三天 明天把缺口补掉 补掉之后按照道理来讲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顺势的调整 如果没有 那么就是多头持续发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那回过头来我们到时候再看 是哪一些板块在发力 那么个股到底涨得怎么样 那么再说一个观察点 实际上今天涨的还是这些就是盘子比较大的东西 为什么因为个股中位数只涨了一个多点 也就是说并没有带动所有的个股 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再有一个观察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个高低切换 那么今天涨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前期 持续一段时间表现较为低迷的板块 而过去一段时间表现 就虽然大盘可能下跌的过程当中 很多板块前面是没跌甚至很强势的 或者说我就说弱强的一些板块 实际上在今天表现也是差强人意的 所以还是整个市场还是有这个分化的一个迹象 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持续去观察的 那么我再提一个什么呢 就是可能不合时宜的 今天我们就是本来九汉逢甘林 不合时宜的再提一下下面还有一个3129的这个缺口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上方缺口 下方缺口中间的这个箱体震荡 是不是能突破 到底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 我觉得我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那许可刚才我们顺着问这个政策底的事 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 因为现在市场对于3200是政策底 这个附近可能比较有共识 那市场底到底在哪里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探讨这个问题 一方面在技术上似乎还有放量一跌 但是一方面情绪又上来了 跳空高开高走 在这个当中有没有矛盾所在 在操作上是不是难度高了 其实这一次市场 政策底其实要比大家想的要来得快 我觉得其实在目前 前几天应该是在3150点附近震荡 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 不会这么快出这个政策底 但是政策底就是 而且是在非常高级别的一个会议当中 提出这个政策底 应该来说这个政策底的这个威力 应该相比于之前的这个政策底 要来得更加牢固 而且大家如果把整个会议纪要塞 重新读一遍 那么里面其实有两块 一块是关于地产 里面的表述是 应该是房地产的这个供需 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第二块就是 应该是第一次 应该提到了就是资本市场 而且是叫 之前应该是 一直是要稳定资本市场 现在就是要提的是 活跃资本市场 其实大家 在目前这个状态下 大家再去把之前李迅雷写的 那篇文章 从土地财政转股权 大家去好好读一读 应该来说就理解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这样的表述 我觉得在这里 我们就让大家发挥想象空间 去读一读 他的这个文章 应该会领悟很多东西 我认为 极有可能这一次 有政策底 而市场底可能相对于这个 之前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市场底要比政策底来得更低 但我觉得有可能这一次 这个政策底就是市场底 因为它第一本身 这个会议的级别非常高 第二我认为这个 这30年以来的经验 一直是那个市场底 要低于这个政策底 这个经验 也可能要慢慢做一些修改 毕竟我们这个很多交易规则 我们很多的这个 参与的人 包括很多的这个 其他的因素 其实已经在慢慢改变 就是如果大家 个人投资 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 30年前或者20年前的 这种经验去炒股的话 可能会得不偿失 所以说我倒是认为 前几天的这个双底 在政策刺激下 应该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度 而且如果说 大家在前阶段是踏空的话 当然不用着急去追 但是可以静下心来去想一想 什么板块可以去买 首先第一点就是 金融地产 我还是认为是一个反弹 毕竟就是 这一次这个政策刺激 更多的是因为这个 实体经济需要一些 这个新的动能的注入 所以说 我觉得那个地产板块 包括金融板块 你再怎么刺激 它创造不了太多的 这个有效的就业 我觉得更多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就是这两年 经过几年这个困境的 困境反转的制造业 里面有几条 第一制造业是 在4月份的这个高层次会议上 应该是定调为 我们未来未来的这个主基调 然后第二 那个制造业经过这三年的 这个疫情的这个洗礼 应该来说 很多行业都经过了 一个行业集中 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 供给侧改革 然后如果一旦 这个新的动能注入 一个新的政策注入的话 我相信很多制造业能够很快的就是重返 就是之前的这个辉煌 所以说经过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制造业 不单单是就是传统制造业 还有很多新的那个制造业 其实它的那个行业集中都更高以后 它就是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 而且就是 大家可以去再去看一看 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这样的这个板块 刚刚那个跟贵贵老师 在直播前也讨论过 其实我们对新能源汽车的那个 这个 未来的这个保有量 其实是 很多人 很多的券商的报告 其实太保守了 很多券商报告 那么2400万辆 一年的这个 汽车的那个需求是天花板 所以说就算出来 好像是 一年是 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板 渗透率30%是多少 可能现在到天花板 但是极有可能 我们未来这个汽车的 这个更新的那个需求 会更多 有可能是4000万辆的这个需求 那这样的话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30% 天花板远远没有达到 所以说 我们应该用一个新的这个眼光 去审视一下这个制造业 这个制造业 包括其实在那个会议上 也提出 比如说这个汽车 是放在第一位的 然后是那个家居等等 这几个就是在会议上 提到的这些板块 大家可以做一个 进一步的这个重点观察 其实刚才你提到 就是说现在有可能 整个市场的这个着重点 对行业的观察点 要往制造业去转了 之前今年2023年的上半年 大家是对人工智能 是查上了想象的翅膀 但是可能2023年下半年 我们要回到实体经济的复苏 然后可能在制造业当中 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政策 这是你的观点 那其实贵老师 回到今天盘面当中 我们看到呢 是房地产和券商板块 引领指数 他们是极先锋 领先的先锋队 那其实房地产和 这个整个券商板块 在目前大家的这种共识当中 并不是能再高一线的这个品种 所以大家对这个持续性 今天打这两个方向 有点持怀疑的态度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对 我也是怀疑态度 因为我SS并不是对券商 特别乐观 可能自己做券商 做得太差 因为我觉得券商本身 是一个强周期行业 这个证券行业 是强周期行业 所以它一定是和经济的周期 就有高度的共振的 那么很明显 现在你说经济马上进入 一个高涨时期 这似乎不现实 因为我们现在 总共讲的是一个复苏 所以这就决定了券商 不可能在目前情况 有特别大的上涨 第二呢 前几年过去的券商上涨 比如说很多人联想到 05年 06年的情况 或者是 七年八年了 这个时候都伴随有 资本市场的重大变革 伴随有当时券商的 品种的戏券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家 后来有中心证券 券商品种比较少 但是到了2015年以后 券商品种就很多了 但是那个时候 大家是寄予了 对改革政策变革的一种气息 那从现在来看 大的改革 从资本市场本身来说 我们都已经陆续进行 全面注册的改革是个标志 当然金融还会有深入的改革 但是你说像类似像股权 政治改革 像发行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这样的东西 至少从目前来看 好像没有 所以没有一个政策层面 或者带来一个行业生态的巨大变革 东西又没有基本面来自于实体经济方面的重大的支持 所以这种空间就显得比较小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券商的走势 券商股是宁航化 宁航股化 当然现在去小券商谈起来可以 但是大的体验特别大 实际上在这儿走 你把他的走势和十多年前的银行枪比 实际上有高度的相似地方 事实上海外也有类似这种情况 这就不展开了 这些房地产大家都知道 房地产在中国 我们说供求发生关系发生重大变革 怎样去理解这句话 过去我们一直是房少 买得很多 所以房价涨 现在变过来了 供应充分了 需求少了 交这个没有 二手房也好 一手房也好 交易量下来了 那么交易量下来的时候 我要什么 要靠推动消费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在消费不足情况 你能指望 这个房价会成大的上涨 基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提出城中村改造 大家能够想象 城中村改造 像类似这样一个状况 会不会给企业带来 一个非常大的收益 这我觉得我们 更多的可以用长刷去推导 这个问题 所以应该讲 这两个行业很重要 而且这两个行业 以往的表现比较一般 所以市场对它又觉得政策可能对它有直接影响 所以有波行情 这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千万不能认为 政权行业从此以后就像以前那样所谓牛市起手 我觉得这个恐怕这一页历史已经过去了 房地产过去成为整个经济的发动机 这一页历史恐怕也是过去 我们应该站在新的市场当中 新的起点上去认识这问题 券商会随着经济的复苏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不可能成为牛市的领头羊 同样的房地产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 它会发挥更多种意义 不像现在 现在有的时候它因为拍电什么各方面 它将它的贡献是负的 它将是脱内的经济 那可能会走好一点 但是你说要像过去那样 这种可能性大概也不大 很明显现在已经不是过去 由于供应和需求的极单的悬殊 所以房价收出点政治它马上就飞起来 那您觉得下半年 从现在我们的这个政策口径来看 会有哪些成为主线代替TMT 为什么带去TMT呢 就是接力啊 接力接力 接力前接待也走的也不怎么样 那我觉得应该两点 第一个从现在来看 过去我们有一种思路 搞经济什么了 世界什么了 搞基建 但现在看来搞基建未必定型 刚才许可的意思是说嘛 制造业区 那么未必定型 那么现在我们看思路 这是文件当中讲到具体的行业 就讲消费领域当中 那么你要消费领域起来了 民生消费的 但是一定和制造有关 你讲汽车消费 那汽车消费和汽车制造有关 是吧 又和新能源有关了 你说电子产品 那么电子产品 如果消费起来了 也和TMT 也和信息产业有关 所以是从消费的次角出发 恐怕首先我们让消费能够起来 消费起来以后会拉动制造 从这个层面 我们说有的时候 这个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两种 有的时候是创造需求 像过去没有手机 或者有手机的 它只是大哥大的水平 打电话的 我不能上网的 不能有大量含 按大量含 那么当四季手机去了 它创造了大量的需求 这个需求你不知道 这是创造需求 这种产品 而现在来看的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什么 当我有需求的时候 我把需求起来了 然后产品能够跟上来 所以我想现在有种 恐怕是需求为出发点 为需求为抓手 然后把制造业推卸 但是一旦这个起来的话 制造业往往它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度 可能有的时候 它更能够的波动 可能更有消费 为什么 这就是有一个特征 因为中国的制造业 它不仅仅是面向中国的14亿人口 它有些还是面向世界 包括新能源汽车 如果前面也许可讲的很对 就我们现在4000万辆车 所以这个保有量 但是如果算4000万辆 国内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 你说再大多增加 可能也有难度 但是我们要看到世界市场当中 到底有几件新能源车 而世界市场当中 新能源车当中 现在已有的新能源车当中 中国的占比是多少 我想如果用这种设计 我们会发现 中国的制造业 也许未来确实有很大的空间 那韩哥 我记得是在一个月前 你在策略上已经是开始加仓了 对吧 是满仓 满仓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加持 然后今天盘面出现了高开高走 后面你打算怎么做 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仓位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我刚才也讲了 这个市场还是有一个 就是相对来讲 还是有一点分裂的 我们原来持 就是满仓持有的 这个低位的品种 实际上在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很稳的 基本没有 基本没怎么跌 那么大盘上涨 比如说今天一根大阳线 那其实就像我说 各股中位数一样的 我们没有掌握大盘 今天 那所以呢 后面我们因为这些低位的品种 它还没有开始表现 所以我们只是在潜伏低位 埋伏在这里面 等待它的这个爆发 所以短期内我们应该 就我们这个东西吧 跟大盘的关联 其实不是太大 我们也要判断大盘 是不是有系统性的风险 或者系统性的机会 但是在满仓的情况下 我觉得短期没有 对没有对我们 这个系统性风险 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仓位是不会变化的 然后近期呢 其实就是谈到房地产 实际上这个 我觉得我可能是第一波 做房地产的人 就是基本上 我觉得房地产 从我第一波做困境反转 至暗时刻离开 然后我在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分享 地产及其产业链上的机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可以说 是谈房地产都是色变的 都觉得太吓人了 但是呢 就是到后面 又来了一波的反弹 再来今天 如果把今天的启动 算作第三波的话 那我想说 其实一股作气 再而摔三而结吧 每一次的再多一轮的 从进入层面上来讲 再就是再后面一次的反弹 都不会过前期的高点 也就是说 那今天这根大线拉起来之后 尤其有一些地产 今天表现非常不错 那后面是不是有延续 我依旧是画一个问号 那么即便有政策的呵护 但是就像贵老师讲到的 就是整个这个行业层面 我们说它困境反转可以 但是你想再创辉煌 我觉得可能达成共识 大家不会这么看 现在不是大家还在 需求端的这个政策期待当中吗 如果有政策的变化的话 会不会还有新的可能性 我觉得就是整个 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表述 已经这个非常清晰了 其实供需关系 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实际上这句话 我觉得虽然提到了地产 但是你说它是绝对的利好吗 我觉得这是对地产行业的一个 非常客观的认知 所以讲到这里 可能我们对地产 未来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可能 不会再有更辉煌的东西 但是这个地产 这个行业 还是会长足发展和稳健发展的 但是我觉得你说 这个会有更高的期望 甚至股价有更高的期望 那我觉得 我这里保持一定的这个怀疑吧 然后其实最近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什么呢 就最近我在看 有很多其实化工品的价格 在触底回升 比如说像纯碱呢 像这个PVC PE 包括亚克力 包括还氧树脂 包括染料 就是分散蓝 分散黑等等这些染料 其实都在触底反弹 价格在触底反弹 那相关的上市公司 其实近期 无论你市场的涨或跌 它的表现都很稳健 那像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 我谈不上主线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 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 去挖掘一下的 那其实 我们看看许可 在操作上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 看看现在这个局面 首先是 刚才我们谈了这么多 只是看今天的这根阳线 放量的阳线 那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当中 能不能说 它就是有转世的信号 我们不说已经转世了 是不是有转世的信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这个位置当中 做布局 就是在输赢 就是在整个盈利的可能性上 是不是增大 应该从政策上已经转世了 因为这个活跃资本市场 这句话应该来说 分量还是挺重的 在布局上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就是在活跃资本市场的 这个大前提下 我觉得 有部分的一些新兴的板块 应该是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表现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在稳定资本市场的 大前提下 其实很多的资产泡沫 包括行业的泡沫 其实都是刚出现 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政策 把它给泡沫 就是把泡沫压制 还是相对于 相对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 唯一就是出现 比较大的这个泡沫 系统性泡沫 其实就是在一些 公募抱团的这个个股当中 其实很多的这个个股 只要被公募在2020 2021看上的话 它的这个估值就会大幅的提升 但是就是我觉得 在活跃资本市场 在就是我一直就是认为 2000年当年的这个 纳斯达克这个泡沫 虽然最后出泡沫破灭 但是也是孕育了很多 就是在 在美国孕育了很多 像那个谷歌 像那个脸书这样的 这个高科技企业 所以说不妨 咱们去可以看一下 就是科创版这一块 是否会孕育一下 就是这个新鲜产业的 这个泡沫 然后相当于是在 我们就是在 向那个科技转型的 这个过程中 也相当于资本市场 为他们做一些这个动力 因为有了这个泡沫以后 产业资本 包括民间的资本 才会去投这些 相关的这些 出上型的公司 才会出现 相当于百里条一 千里条一 出现一些比较 未来伟大的公司 所以说 在活跃资本上 这个大前提下 我相信会出现一些 我们需要的泡沫 这个泡沫可能 就是在科创版里面 其实对于科创版这一块 现在我们也期待 8月7号 这个上证有科创版 100指数的一个推出 这个每次指数推出之后 我们看看 它是一个前后背景的 一个状态 会不会让我们对 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市场 就是科创版的 整个这个科创版这一块 是不是会有一个 重新的梳理 这个梳理的过程 是不是我们可以 选一些品种 我觉得就是现在 已经有上证50 这个科创50 科创50 这个指数了 其实大家如果就 专门定投科创50 这个基金的话 其实也问题不大 我觉得科创100 科创50 其实就最多 就是多了50家上市公司 可供大家去选择 从这个基本 基本的逻辑上来讲 我觉得科创版的企业 都是代表了中国 将来未来 最先进的 最先进科技的 这一些上市公司 最有希望成为 未来 未来中国的亚马逊 未来中国的 苹果微软等 这样的公司 应该是出于这个板块 那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 相信这个中国 科创新国 这个大的逻辑的话 大家其实就是 不断地去做一个定投 现在指数只有900多点 相当于是 低于当时1000点的 这个基准指数 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定投 相信这个 相信国家 相信国运 应该来说 会给大家 带来不错的 这个回报 我补充一下 科创50 已经用心了 两年多了 三年多了 现在有500多家 560 现在中午大概547家 不值 差不多 然后科创100指数 是50家之外的指数 那么大概是能够 和150家 150家的话 应该说 在科创50的时候 它基本上的市值 大概负盖度 已经到40%几了 因为都大了 如果科创100 加上去 应该说 我估算一下 应该在接近70% 应该说比较多 但是我们客观说 科创百姓正好四周年 这四周年来 应该说总体 其实是往下的 目前点位 今天反弹一点 这个差不多 还是在这个1000点 远点之下 这个破发在比较多 这反过来 也说明了两点 第一个科创版本身 它就是高风险市场 这当中有好品种 有很多贵高增长 但不是所有的 科创股票都行了 这当中会被淘汰 但是真正能够 伟大的公司 可能处在那里 但也同样的 也会有一些 最终它没有能够成长起来 因为不可能 科创版当中 所有公司都起来 因为这也是 科创版的一个特点 它是高风险市场 另外我们也去看到 科创版对于 中国经济的发展 它对新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 因为芯片也好 这个做信息产业的也好 做生物医药也好 还有一个高端制造 这个当中大概是 科创版当中 百分之六七十的公司 都集中在这个领域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一些新兴领域 其实大多数都有 科创公司的 这个整个行业当中 或者哪怕是个子行业 还是有科创公司的影子 所以这是非常值得认真去挖掘的一个板块 但是千万不能抱着一个短线炒作 因为炒科创版这点前一几年炒作也确实挺多的 但是事实上靠炒作这一个形态来对科创版 你可能并不是一个相互之间能够匹配的一种操作模式 刚才我们对今天盘面的高开高走 做了各自的一些分析 那在抖音快手微信平台当中 我们也希望您把您的观点发送给我们 您认为这种转折 大转折是不是已经来了 别忘了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 把您的后视观点发给我们 我们一会互动 好了 稍事休息 一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公务基金二季度的公布的报表情况 我们一会再见 大家好 大家好 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 市场主线围绕中报展开 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 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 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 我们专门推出了 《财报绝经高手实战技术课程》 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马上领取 《财报绝经高手课程》 从行业 公司 还有资金加仓 三大维度 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 学会它 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绝经高手 还等什么赶紧扫码 抢先学习 提醒下新朋友们 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 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 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财报绝经高手课程》 试一试就知道了 今天没有名额限制 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都可以拿到它 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 《财报绝经高手的课程》 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 市场行情有时候来得快 去得也快 人性有时在行情里 会显现得酣畅淋漓 没有经历过足够多行情的人 往往是调整的时候不敢买 长起来了又想跟 其实很多问题 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去解决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领取这套超跌反弹三维战法 它涵盖实用的抄底方法 通过连续超跌抢反弹 相对跌幅抢抄跌 技术指标抢抄跌三种方法 寻找适合抄底的品种 并把握启动时机 抓住抄跌机会 帮助你不会抄底抄在半山腰 另外附送抄底战法之波云见日 助力你识别真突破 提高抄底成功率 这套超跌反弹三维战法 涵盖大部分抄底技巧 学会一招 轻松把握低位启动机会 记住啊 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 赶快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一起来学习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彌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好 欢迎回来 公募基金二级报 已经公布完毕了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数据 二级报公募基金的净值涨幅 中位数均为负增长 整体亏损达2200亿 同时基金净数回规模扩大 增量资金有限 存量博弈明显 不过当前基金仓位 仍处于历史的较高水平 平均在85%左右 二季度收益率超过20%的基金 只有27只 其中QD基金占据了多数 而从风格配置上来看 继续加仓中小成长 行业配置上偏好愈加趋同 那么我们来看 显著增配的 有业绩支撑的数字经济 卖产人 也就是上游算力等硬件 同时先进制造和消费 也获得了激进的加仓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二季度基金持仓市值 排名前十的个股 像贵州茅台 宁德时代 五粮业 卢州老教 腾讯控股 卖瑞医疗 恒瑞医药 阳光店员 金山办公 还有中心通讯 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个股 那正巧呢 我们也拿到了 宁德时代公告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67.52% 归属上市公司的 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153.64% 那许可我们来点评一下 就是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基金持仓的这个个股当中 有没有一些新的看点 这种配置偏好趋同 会不会在2023年的 这个整个下半年当中 再次出现一些 由于趋同而产生的 一些起涨共跌的情况 我觉得基金现在这个 报团的这种趋势 应该是相对于两年之前 是好很多 应该这个是值得鼓励的 一件事情 不像两年之前2021年 我记得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 就是当时就所有的公募重仓股 天天在涨 所有其他非公募重仓股 天天在跌 这种极端的行情没有出现 而且就是 今年上半年 这个AI涨得不错 然后他们也配置到 就是AI的这个上游 卖铲子的公司 我也能够理解 但是现在整体的 好像二季度又亏了2200亿 应该来说 虽然就是公募也在 努力的扭转 他们的这个业绩 但是这2200亿 应该可以看作是 当年抱团累积下来的泡沫 现在是相当于 现在为当年的这个泡沫 在还债吧 所以说 总体我觉得就是 未来公募的这个配置 会越来越理性 而且这个 一些他们的操作 也会越来越理性 这种极端的这个抱团 应该不太会 不会再出现 但是从这个 申购赎回的这个 比例上来看 我觉得 未来可能整个公募 这个一家独大的 这个这种趋势 也不会再 持续产生 现在出现了一个 新的这个玩家 就是显资 我认为显资将来是一个 与公募 至少是跟公募 齐头并进的一个 一股力量 未来 因为之前这个显资的 这个全一类资产的配置 基本上是通过他们这个 申购基金来实现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 这个显资 是通过直接购买 上市公司股票来 来去做一些这个投资 而且从这个 一些这个统计数据来看 他们在四大行的配置 显资在四大行的配置 一些中次头的配置 应该来说也是 比例越来越高 所以说 未来我认为这个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显资的这个 配置状况 我认为显资的这个配置 配置就代表未来 就是可能这个 整个市场的一个 风险偏好 包括它的这个 这个投资偏好 我觉得这个公募的时代 可能已经 画上一个句号 然后未来一定是什么 显资的天下 那其实许可 在这儿啊 大家也看到了 在这个二级报当中啊 公募基金的二级报当中 QD 有不错的这个业绩 因为海外市场在涨 这也是 非常客观的事实 还有一块就是量化 那对于 在2023年 上半年出现的公募 比较好的这个方向 那我们普通投资者 能不能做一些根 能不能做一些 这个学习的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 一定要先把量化里面的 不同的这个风格 给搞清楚 因为现在大家 所谓的量化 一般大家谈的量化 这都是高频量化 但是量化里面 还有这种中低频的量化 可供大家去选择 我认为未来的这个高频量化 会越来越规范 它们的超额收也会越来越小 而未来中低频的那个量化 特别是量化悬股 特别是那个指数增强 它有一定的这个 可取性 我认为就是大家如果在配置量化的那个 尽量就去选择这些中低频的这个量化 因为高频量化 我看了一个数据 就是前几周 当市场没有太多波动 和没有流动性的时候 这个高频量化的收益 也是低于这个指数基准的 所以就是大家 建议大家就是 未来还是去选择一些中低频的量化 能够就是增厚自己的那个收益 那其实贵老师 在这儿大家也非常关注 就是量化结晶收益的情况 应该说从二级报情况来看 这个业绩还是比较突出的 那我们看这个指数增强型的这个产品 到底怎么交易 这个量化的 有量化的自己固有的操作模式 我想这段时间 实际上并不是量化最好的时候 量化它是需要波动率的 但是这段时间波动不大 但是因为量化是高频 或者即便是中频低频的话 也要比普通投资的频率要快 所以往往有点赚 它就走掉了 这个转换会比较快 所以尽管行情不断地下行 整个二季度可能表现不怎么样 但是它能够 还是能够比较有效的规避风险 因为在这种市场当中 不输钱 你就是可以排在业绩很靠前的位置 能够赢个1%的话 那是非常不错了 是这样一种背景 所以这段时间当中量化的收益 我实际上更多的是反映 它在控制风险方面的能力 那么至于指数增强性 我个人感觉 我们在以前设计指数基金的时候 因为指数基金的基本特点 它就是要高度拟合你所跟踪的指数 比如说上升50 你就高度拟合 拟合度低 一样跟这个指数我希望超越一点 所以就有了指数增强 对某些品种我图了更多一点 有些品种也就是说它品种在这个范围当中 但不同品种之间的权重我不完全仿在那里 但是我个人感觉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这种模式操作并没有显示它足够的优势 话怎么说呢 应该说你要有显示这优势 也就是说这个指数能够比较明显的强于大盘 强于大盘的时候 你把指数当中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标题品种 你仓位加得大 这你可以占成大盘 而整个指数在回下来的时候 你要能够选择就是那些 能够走势要比大盘稍微好 你跌得少的品种 因为几大指数包括像中正500 互生300 实际上它总是都是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你指数增强就很难做 因为你是和它的一个正常逻辑反过来的 因为ETF它这个这种跟踪型的模型 它最大问题是什么 我必须保持满仓 我仓位是不能降下 我结构上可以调整 那我就觉得跌得多的 我换成一个跌得少的 这种操作模式 我想和能性本源才有点傲的 所以这种操作 这段时间当中指数增强并没显示它足够的特点 因为指数增强更多是 那你涨的时候你可以超越 当然我们也看到 我个人也是在跟观众一些500 中正500的一些指数 包括一些中正1000 有些确实会比大盘会好一点 但是这样一个比例 在整个ETF当中实际上占比是很低的 换句话说 过去我们经常讲这些话 投资的机构化 投资的指数化 但现在来看 指数化投资 当整个市场出现一个 并不是 整个市场走势并不特别理想的时候 指数化投资 这个时候它的优势是不明显的 因为它本来像风上风险 什么只要能够涨 我都能保证 但大家在跌的时候 你这么保证 所以基金这前面有出比较大的亏损 我想也同这样一些因素有关 也许这样事实也在提示我们 过去我们以为基金需要高仓位置操作 这个我只要能够把品种选好就行了 恐怕现在更多的还是要考虑择实 所以仓位为 这不考虑仓位的 只是以为我选顾能力强 那从现在来看 可能未必定太符合 我们现在的市场涉及情况 其实之前我们和公募交流 在择时这个问题当中 似乎好像并不考虑太多 这个维度 2000亿的亏损还不够教训吗 但是它很难考虑 因为其实你比如说偏股型的 偏股型的基金 它是有基本仓位要求的 它仓位就降不下来 实际上前几年就有一个基金 比较聪明了 它就改过混合型了 它主动改 改过混合型我就回去买债 因为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当基金出现中 我要分析原因 当我们把一个股票型基金 一定要它有多少仓位的时候 这个设计本身是否合理 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针对某个基金 说你做的好不好 我们要考虑制度本身 制度也许你未必定合理 当整个市场处于下跌趋势的时候 或者是系统性风险 你一定要非要它拿了90%的康位 85%的康位 那我这个时候 你没有这些能力 那我只有我有这些能力 我有什么 我把它说回 就这个简单的道理 好的 我们稍后吃休息 稍后进入互动阶段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送给我们 那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 互问 互答 一会儿见 大家好 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 市场主线围绕中报展开 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 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 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 我们专门推出了 财报决经高手实战技术课程 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马上领取 财报决经高手课程 从行业 公司 还有资金加仓 三大维度 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 学会它 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决经高手 还等什么 赶紧扫码 抢先学习 提醒下新朋友们 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 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 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财报决经高手课程 试一试就知道了 今天没有名额限制 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都可以拿到它 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 财报决经高手的课程 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 公私与行业 那许可刚才有人通过 我们的微信平台 咨询关于保险的投资情况 说今天保险板块大涨 是否还有上升空间 保险板块其实今天涨 也是跟地产上涨 是正相关的 因为之前保险 特别是中国平安 被从90多块跌到30多块 其中重要原因 因为中国平安 应该有大量的权益 持仓是在地产板块 而现在地产就 稍微有一些政策的话 就相当于是把保险 在地产上的权益 应该来说是稍微松松绑 我认为整个地产 保险板块未来 相对于银行和券商来说 是机会较大 因为未来这个保险资 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 就是会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 但是就是现在保险里面 唯一的这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地产商的 地产商的这个权益 最后怎么去评估 它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 你们真喜欢保险的话 建议就是去看一下 人寿 人寿 那个人保 等这些在地产上权益 持有较少的这个保险公司 可能会相对弹性更好一点 那韩哥 刚才有人问 说请问一下 高韩哥 那关于消费 哪些方面有机会 消费 消费呢 那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可以 就是我给大家分个类 叫大消费小消费 那么大的消费呢 实际上就是外资 比较青睐的这些品种 包括白酒 那么这些大消费呢 那既然是外资 比较青睐的品种 那走势呢 大家就盯外资的 一个流入和流出即可 那么对于小消费呢 那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关注细分的 消费领域的一些 相关政策的一些出台 那么 如果说大消费 和小消费的一个 共振的话 那么我觉得就是 需要政策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呵护吧 也在今天的 这个盘面当中 大家已经看到 就是前期我们所说的 家居啊 还有就是 可能在这次的这个 家居基本上 是跟着地产走的 其实这个 就是这个 还有就是 还有以后有这个 文娱消费 还有体育消费 这一块 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好了 稍事休息 一会儿来看明日前站 九方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减养得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好 欢迎回来明日前站 桂老师 明天怎么看 我觉得明天 继续观察量 还有惯性 但是要警方 三二五零点上方的 阻碍 这个因为从目前来看 这个大家记性比较过 但是市场的资金的流露 似乎不那么匹配 那许可刚才看到 有好几位朋友问到 就是半导体 你怎么看 短期和中期 好像都问到 半导体就是短中期 还是维持上游顶 下游底的一个判断 之前也聊过 说因为八月份 这个半导体的拐点 基本上就是泡汤了 那大家又开始要 机构要开始堵 这个十月份的拐点 因为都是一个中报 一个三级报嘛 那从这个半导体板块 这个走势上来 因为我看的是 东方财富的这个 半导体板块 它也就是在 1400点那边是一个顶 然后现在也回到 1300附近 大家可以在1300 1250这个指数 这个附近再做一些定投 我应该来说 它还有一个反弹的 那个机会 总体来说 半导体就 大家就做一个短线 然后短中线的 这个波段操作 然后其实收益也不错 一个月 两个月收益五个点 也是OK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可能大家问的一些问题 就是跟这个行情的 这个热点 是密切相关的 就是这段时间 问半导体的多 可能在上半年 整个这个半导体 涨的那一半的时候 可能大家关注点不多 如果问的都是军工 券商 都是套牢的 这段时间军工券商 问的声音就少多了 来看看韩哥 对明天市场的简单判断 其实我刚才讲了 上面还有一个缺口 那我觉得顺势 把这个缺口补掉 补掉之后 那我们就分而看之了 如果说继续向上 那么也就是说 我其实再补充一个观察点 这个观察点就是什么呢 上周都是缩量的 那么今天的大涨 是稍微有一点点放量的 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 其实没有新的筹码 在底部 就是在进去 而是在今天的 这个大涨的过程当中 进行了一个换筹 也就是说 今天的多头 换筹进去的 今天的这个多头 他也在观察 如果上不去 他们就会多变 多多翻空了 他们也会多翻空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 胶着过程当中 让子弹飞一会儿 明天我们先看 上方缺口回补掉之后 是不是能够站稳 这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站不稳的话 那么这两天 获利比较大的 这些个股级板块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 稍微控制一下仓位的 那许可 像今天我们看到 宁德时代 它不仅是公布了 它的这个业绩报告 刚才我们做了点评 而且还有一个股权激励 如果这样的话 明天在盘面当中 新能源会不会因为 宁德时代的上涨而发力 也创业版会不会 也指数更漂亮一些 宁德时代的这个 这个中报应该来说 也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宁德时代经过 几年的高速成长 应该会进入一个平静期 但是从它的 业绩上来说还可以 我觉得现在就是 整个新年汽车产业 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利润的分配问题 因为现在宁德时代 是占了大量的利润 然后它的其他中下游 其实现在活得比较苦 现在就看如何去平衡 这个利润会 好的 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 头角短片 这是金叉看多 这是死叉看空 这是阻力位 要小心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好厉害的样子 这就是金线 指的是当天往前 推相应时间的平均价格 MA5指的就是五天内的 MA10就是十天内的了 这就能算果吗 这是技术指标 可不是什么算命 简单来说 均线组成的各种形态 代表了不同的市场预期 比如这是金叉 就代表了看多 反过来变成死叉 就成了看空 配合K线的时候 还能判断它的压力位和阻力位 学会这个我岂不是无敌了 所有的技术指标 都是我们做决策的依据之一 我们还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发展潜力 市场情绪等等 家人们要去看懂这个 谁还找我算股啊 九方志投提醒您 掌握交易规则 控制风险 做理性投资人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本期的公司与行业 也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贵浩铭先生 高涵哥 还有徐克 那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财经夜行线 明晚我们再见 一财是个非常专业的财经媒体 关注了中国资本市场 和中国经济当下的热点的问题 20周年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刚好还是在青春年华 但是对于一个媒体来说 就足以让他去见证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 历史的进程 足以让他去挖掘 时代背后的力量 足以让他去谈拨理性的声音 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一个媒体 从异财的媒体的声音中间 不仅能够接触到 全世界最新的资讯的动态 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行业 关于宏观经济 关于产业的这个深度分析的文章 在我的心目中间 它是一个有价值观 长期主义的 一个有温度的媒体 我经常通过走机看到 第一财经的财经新闻推送 和财经视频音频 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第一财经能够在创投领域 给予更多关注 见证分险投资 与实际经济发展的历程 鼓励实现梦想 二十年来 在宣传渠道上 第一财经 对瑞士点评这样的初创企业 给予了非常多的关心 支持和帮助 消互成就 也使得业内涌现出了一批 非常优秀的互联网企业 专业创造价值 祝福一财 未来可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 有看头加油时刻 我是袁建青 本期的加油时刻 我要继续给大家介绍 新版有看头家帐的一大功能 五星研报 有看头家中的五星研报 是资深研究员 通过深度报告 评级变化 盈利预测变化 等多个角度的一个测评 对个股进去新级筛选 新级越高 代表公司的基本面 9月号 同时五星研报中 还会根据业绩增长 超预期 龙头 黑马 等不同主题 来揭示不同的投资预期差 投资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一个投资风格 筛选匹配的公司 进行关注 好了 本期有看头家的五星研报功能 就介绍到这里 本期的加油时刻 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超龄燃气器具 请及时更换 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炒股的朋友注意了 如果你也炒股多年 还在原地徘徊 那可以听我的 选择做短线 让手中资金能够滚动起来 这样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快速做大 那么做短线 怎么和别人拉开差距呢 我推荐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领取尾盘勤龙指标 这个指标参照市场主力资金的操作特点 总结出八个关键条件 专门捕捉值得重点关注的短线良机 每天收盘前 尾盘勤龙指标会结合当天行情表现 选出走势起伟 成交量放大的短线机会供您参考 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 动动手指 就能查到当天精选短线机会 很多高手都喜欢在尾盘30分钟 选股上车 因为操作空间大 持股风险相对较小 第二天就能掌握主动权